比特幣這次還會在支撐上反彈嗎?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這張單子是我在四五天前所開的 目前比特幣是有三個百分點的收益 以太坊是2.5個百分點左右 如果說以實際上賺的錢 大概是8000加上6600美金 大概是14000多美金 如果再加上資金費率所收的這些錢的話 大概是15000美金左右 那麼這張單子呢 我對它是有一些規劃的 尤其我們接下來明天8點半 我們就會揭曉美國9月的CPI數據 那在說明這些之前呢 如果你還沒有註冊一個交易所的話 BIGAT最近有跟我舉辦 入境100U返還100U的活動 也就是你入境100美金 KYC做任何一次合約交易過後 就會有100美金的體驗金 送到你的合約交易帳戶 你可以拿這些錢去做交易 去試錯 即使輸光了 你照樣可以把你原本的本金給全部提現 那BIGAT是我一直以來在用的交易所 我大概有用它 兩三年了 OK 那麼我們其實過去啊 是對於CPI有過非常縝密的覆盤的 那我們明天的數據呢 是會在我們東八區 就是我們這個時區喔 10月13號 也就是明天8點半的時候出來 那我已經把這根K線給畫出來喔 8點半就是8點開始這根K線嘛 那麼我們這一次的預測CPI呢 是8.1個百分點 OK預測 那其實這個預測值啊 跟上個月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其實我們針對這個問題呢 是有做過很詳細的覆盤 我們覆盤了過去幾次啊 那我們可以發現呢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從今年的四五月開始 也就是我們市場步入熊市一段時間過後呢 美國基本面數據的影響 對於比特幣的大盤呢 是有很深遠 而且很嚴重的影響了 那當然包括有一些重要的數據在公佈的時候 那如果說你還沒有看過我之前的一些影片喔 比如說呢 我之前就有覆盤過 非農就業數據公佈的時候 OK 那它的代號是NFP啦 我們有總覆盤 它幾次公佈過後的結果是如何 雖然說它會對盤面造成非常些微的影響 不過我認為這個影響是 真的是可以忽略的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 有時候加息的時候 公佈加息的時候 那麼這個也會造成對盤面蠻大的影響 那再來呢最重要的其實就是CPI 那麼這是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是有邏輯推移的關係的 也就是因為我們的CPI數據會影響到 美聯儲他們加息的決策 所以CPI呢是非常非常關鍵的 如果說大家想看我復盤的話 也可以去看一下這部影片喔 CPI 那麼我們復盤過去 其實CPI對短期盤面的影響呢 OK 它基本上勝率可以說是百分之百 只要我們公佈的數據是比8.1高 那就是一定會跌 一定會跌 那如果說比公佈的呢 比8.1更低的話 OK 由於預期的話 那麼就會漲 你可以復盤過去的 六七個月都是如此的 並不是說公佈CPI就會跌 OK 如果說你有復盤的話你就會知道 它其實是有它的邏輯在的 好 那麼所以明天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呢 我們會選擇8點公佈嘛 8點半公佈嘛 所以我們從8點開始直播 一直直播到9點 非常歡迎各位朋友一起共襄盛舉 到時候我們會免費的抽出一些交易所的 贊助的周邊 OK 全部都回饋給各位 那我們現在直接先從4小時的圖表來看 我們眼光放大一點 我們眼界放大一點 我們直接看到下面的這個支撐 因為我會認為呢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為什麼會 排名還可以乘住 就是因為這個支撐在 如果這個支撐被破了 那就 沒救了 我們這裡呢就是下破 那你可以發現呢 我們在前期啊 這個位置 其實它已經扮演過很多次的支撐了 我們已經在這個支撐上反彈過很多次了 包括這個位置 OK一次 這個我也算它一次 兩次 那這個呢 插了一個針下去嘛 它下面創出了這個低點 但是其實它真正產生支撐的位置啊 是 我會認為呢 是在一萬八千 嗯 六七百的這個位置啊 它才是 真正產生支撐的地方 這個就是插了一根針嘛 就是 超買的 那你可以發現這個位置 對吧 非常的精準喔 它就在這裡 又發生了一次支撐 然後呢 我們在當前的行情啊 過去一個月以來 為什麼會 還被承主 就是因為這個支撐它還是 很頑固的 它還是撐著 但如果說它被跌破了 尤其是 如果說我們明天在公佈CPI的時候啊 呃 出來是一個比較 悲觀的數據 那很有可能會引導美聯儲 去做一個比較硬派的決定嘛 所以 如果說我們明天八點半公佈的數據呢 它是 比八點要高的 甚至高度非常多 我會認為 我們這個支撐呢 它會 毫無懸念的被迫 那麼 到時候 我很有可能再去 加倉一點點 我的空單 因為 如果說這個支撐被迫的話 那麼 我們支撐這麼久以來的支撐被迫 有這麼多籌碼被套住 有這麼多人在這個位置做抄底 那我們接下來 很有可能又會面臨一波拋獸槽 不過呢 我們要防範一種可能就是 這個位置是正常 也就是 如果說我們往下跌破 甚至往下跌破 所有的支撐 甚至甚至是前面一個低點 17600左右的位置 而且我們爆出了非常巨大的量能 但是呢 我們後來又 在下一根K線 它又拉回來了 那如果說產生這種情形的話 我的空單會直接走人 這種情形的話 其實對於空頭來說 真的就比較不妙 我們要下去 放量 就 就得一次下去 如果放量沒有一次下去的話 就 真的會夜長夢多 好 那我們再看到一小時的話 其實一小時呢 我們現在的這個結構 肯定還是對於空頭來說 是比較有利的 OK 你可以發現 我們自從 當然我們以比較短線上來說 直接是這種小週期的 從10月6號以來 我們這一波下跌 它一直在把 原本的支撐變成阻力 OK 那再來就是 它下跌的時候 這個量能 絕對是可以碾壓多頭的 那我們現在在這裡產生 一定的震盪 就表示 有人在這裡超低嗎 而且大家可以觀察 我們自從 這波下跌以來的行情 資金費率都是正常 那表示多空其實是均衡的 這個以前我們在下跌的時候 很多 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在 做空 都是持有空單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有點不一樣了 有些人開始做多動 有些人抄底了 這就是我們這次跟前幾次 它根本上的區別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會認為就以現在來看 多頭它還是沒有那種 比較強勁的反彈 所以我的空單還是繼續持有的 那如果說明天到了 加戲前 不好意思 CPI公佈之前 我很有可能就會找一個不錯的位置 就平一點長 甚至全部就平掉了 因為我不想要讓消息面去影響到 不確定 我無法確定的消息面去很大程度影響到我的長位 OK 這是我的考量了 那麼有些人可能會說 那這裡是不是一個菱形底呢 我不認為 即使這裡是個菱形底 它也沒有辦法逆轉我們整段航行 畢竟我們的 這個形態還是不對等的 它的周期太小了 如果說我們走的是一個這樣子的菱形的話 那麼我還相信它可能逆轉 不過如果說是一個這樣子的菱形的話 這個級別還太小了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量能 量能也不支持 確實沒錯 菱形它是一個可能的底部型態 可能的反轉型態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量能的配合其實是不充足的 如果說我們在下跌的時候 空頭的量能慢慢縮小了 然後中間它產生了很大的震盪 OK 這裡爆量 然後我們突破的時候 量能又增強了 多頭量能增強了 那麼我認為這個其實就 它是一個可取的可能的底部 但是以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認為這個形成底部的機率其實是很低的 很低 我們就只能說它是震盪了 OK 下跌過後呢 開始橫向震盪了 頂多只能這樣定義 那麼以太坊的話 其實它也面臨一樣的情形 就是比特幣它在一個很強勁的支撐之上 撐了很多次 那以太坊這個支撐的位置呢 OK 大概就是在1270美金左右 如果說它被跌破了的話 那麼這絕對也會是一個下長位非常好的時機 因為它已經撐了這麼多次了 而且載幅震盪了 如果說我們再以短線上來看的話 它其實現在也有一個小小的換手位 大概是在這裡 1305美金左右 你可以發現 我們前期這裡 支撐主力 然後呢 後面這裡 支撐 支撐 然後這裡有主力 它這裡只要沒有被上去呢 我會認為短期內還是安全的 尤其上位這個派發區還算蠻大的 所以我還會拿一陣子 那直到我可能明天我再去做一下決定 基本上是一定會平常 只是平多平少 因為我不想讓過多的風險暴露於未知的數據之下 這是我無法去控制的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感謝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好 掰掰 拜拜